9月29日,宾州华人侨团联盟在费城市政厅大楼前组织了庆国庆,庆中秋的升级仪式活动。 费城市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李氏鹏副总领事等,和宾州华人侨团联盟的30多个社团领袖, 纽约来的美国广西总商会李扬会长,各大舞蹈团,以及大费城当地的各族裔来宾,共同见证了这个神圣的时刻。 最后在东方明珠酒楼举办了联谊午宴。 请您进入下方链接进行申请,我们将随时与您联系。 费城9月26日晚上,林园购大事件,约100人左右对各费城市店家进行快闪式打劫。 他们对鞋店、运动服饰店、苹果专卖店、酒类商店等进行打劫。 这群切到群体显然在社群上串联行动。 他们把店家的商品塞进塑胶袋后逃跑。 警方目前逮捕了52人,至少18家酒类专卖店遭到洗劫。 宾州酒类管制委员会决定,周三关闭在费城所有零售店,一共48家。 冰城超市特大喜讯,从2023年9月25日起接受OTC卡消费,新一周的特价优惠产品有。 小李吉肉1块8毛8一磅,生猛龙虾9块9毛9一磅,无头虾17块9毛9一盒,油菜1块4毛9一磅,苦瓜7毛8就磅,苹果9毛9一磅,金粒榴莲肉5块9毛9一磅,牛油果每袋5个,1块9毛9一袋,有机冰糖燕窝一箱36块9毛9。 更多的优惠产品请光临冰城超市。 我每天来金色年华都非常开心,有很多活动参加,跳舞啊,打牌啊,玩麻架啊,生活很充实。 9月25日晚上,在费城17th Street和South Street,发生了一起枪杀事件,一名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内。 据警方称,受害人的头部和肩膀重弹多次。 监控视频显示,受害人将车辆停在路边,随后犯罪嫌疑人从右后乘客们下车,步行离开。 这名男性嫌疑人看上去二三十岁左右,穿着全黑衣服,背着黑色背包。 他最后一次被发现时,手里拿着一把半自动枪,从第十九街沿凯特街向西行走。 嫌疑人被认为携带武器且危险。 警方要求,如果您看到该嫌疑人,请立即联系911。 大费城护理中心位于东北区Caster Avenue,提供专业的居家护理申请。 护工培训,可说普通话、福州话、粤语、英语。 每周三、周五还有社区服务,可申请各项政府福利。 欢迎大家来访或来电咨询。 在9月27日,福尔喜护理康复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中秋联谊会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也让生活在福尔喜护理康复中心的各族议长者感受到一份浓浓的中华传统佳节的喜庆氛围, 费城富贵舞蹈队,快乐舞蹈团,好朋友舞蹈队, 中华基督教会也前来奉献爱心,为活动在歌在舞,增添色彩。